欢迎您来到老梁看电影 最近一部日本的动画电影叫你的名字 这是新海城的作品上映了 有数的流星是发生的 蜜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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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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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 电影的上乘之作 很多人说 这个电影唯一的优点就是 他们有转成3D 来糊弄中国观众 还有人呢 把这部电影啊 和最近发生的一个事 联系到一块了 就是今年11月13号呢 日本75岁的 已经退隐了的 动画大师宫崎骏 在日本的一档 电视节目上宣布 我要付出 我要做一个 这个新的动画电影 名字叫这个毛毛虫波罗 这个电影要在2019年上映 有人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块 说宫崎骏呢 看了西海城 这你的名字 气得坐不住了 说这怎么能是 日本动画电影的 这个代表作呢 应该由我来完成 我要付出 来挽救日本动画电影的声誉 当然了 这是新闻媒体啊 所谓炒作的一个噱头 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啊 这几乎是 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有人说那宫崎骏 退了又付出 退了又付出 这可能就是很多 娱乐明星常玩的把戏吧 就比方说自己觉得啊 这个厌倦了 我就退了 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又有干劲了我再付出 或者用退了付出这样的方式呢 炒作 让媒体呢 对自己形成关注 带来眼球经济和效益 那么这种判断 搁到宫崎骏身上 非常不合适 不准确 为什么呢 宫崎骏这个退了又付出 和别人不一样 因为眼下 顾骏骏呢 已经75岁的高龄 他真的是没有必要 再玩什么退了又付出 这样的把戏 因为对于他来说 几乎是日本动画 所能获得的所有的荣誉 他都得过 而且他也是全世界范围 公认的一代动画大师 那是巅峰中的巅峰 他没有必要通过 这样低俗的手段 来朝自己 再一个 这样所谓退了又付出的事啊 在他身上发生的实在太多了 从1986年到现在 30年间 顾骏骏八次退出 八次又付出 很多人就奇怪 说这老头闲着没事折腾啥呀 他真就是个闲不住这老头